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球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给它做了一下这个牵引之后 长得多快 这条已经长得这么高了 说明现在是它的这个生长旺盛期 所以现在可能要适当的 给它补充一点营养了 之前给它买过这个长效肥 但是现在它生长得这么旺盛 最好再给它吃点素效肥 所以现在我就来给它吃这个醋苗营养液 那个醋苗营养液 两瓶钙兑水两身 因为浓度最好低一点 是这种素效肥 宁愿是薄肥勤施 也不要把这个营养液的浓度太高 太高的话 对植物也是有这种损害的 先给它喷液 像我这种浓度比较低的 就是说这个稀释的比较低的 在它的这个生长旺盛期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给它湿一次 如果是浓度比较高的 可以半个月左右 试一试 再往这个盆里 盆土里面也 这样一点 不过这个酋狼它对这个肥的 还是稍微比较敏感一点 所以最好还是这种薄肥勤施的一个方法 因为很多人掌握不好这个度 如果掌握不好这个度的话 宁愿就是浓度低一点 湿的勤快一点 这样是更加的保险